大家好,我是小鹿班碧 Mickey 有點喘 我今天說是登山嗎? 可以說是登山 也可以說是在健行 對 健康健 那我這邊身後呢 其實是一座私人的山 所以也算是一個秘境 那也不方便跟大家說 我到底在哪裡 然後呢 基本上 這是我每天早晨的運動 然後呢 因為走山路嘛 所以會有爬坡跟下坡 所以我準備一隻超長的棍子 對,然後這裡風景很好 然後 因為下雨天嘛 所以其實山上有很多的 那個 菇類 就是 馴類 所以呢 等一下也會拍給大家看 然後 因為我現在在上坡 所以 有點喘 對 所以先 等一下囉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囉 好 地上長出來的小姑姑 旁邊一堵比較大 又是路邊不知名的姑姑們 感覺很像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馴的馴褶 好像長在 表面上一樣 下面還多一個 這個也不知道是什麼 也是長在熊木上面 旅天爬山有趣的地方就是在 會發現奇怪的姑姑 然後這是同一棵熊木喔 上面這邊有木耳 那不是木耳 黑的 不是喔 枯木發現不知名的 境內 這是啥 有人知道嗎 很小 路邊的野生姑姑 然後 收集成就加一 很小耶 發現可愛的 小遜菇 稍微大一點 可是 也是蠻小的 應該 這朵大朵的看起來 其實 應該只有個五公分吧 可愛 這朵也是菇耶 我以為是枯葉 真的是金蠶托殼耶 旁邊這個是比例子 回去再 給大家看 這個蠶 它到底大小有多大 媽媽說這個是 她看過最大的 蠶殼 嗯 在路邊看到 其實我個人還蠻怕蟲這種東西 這三隻是金蠶托殼的殼 然後中間就是我剛剛拍的那隻 最大隻 可是現在看起來 右邊那隻好像有更大隻 好了 有人要撿回去當中藥嗎 發現mini pin 好小的菇喔 可愛 這是路邊發現 不知名的菇類 長在枯木上 還蠻漂亮的咧 快點 快點 快點聽到沒有 白木耳在這裡 發現更可愛的 白木耳耶 白木耳 沒有罵人喔 喔 好可愛 好可愛 魚在身上撿到的那個 金蠶脫殼的殼 尺寸到底是多大呢 這個是一個蓋子 我拿蓋子當比例尺 嗯 好 這樣子看起來叫做4公分 4公分的蠶殼很大嗎 大家知道嗎 其實啊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台灣的生態 嗯 台灣就很有趣 有很多的菌類 然後有很多的昆蟲 然後有很多的植物 對啊 那現在 雖然疫情已經有比較 緩和了 在台灣 但是 我覺得 大家就是外出其實也還是注意安全 那可以多來大自然走走 真的超棒 而且 身體健康 對 然後呢 喜歡小鹿班比的影片呢 記得點閱、分享加按讚喔 掰掰